Hello 大家好 先來到佐敦香港奶茶研究所 不用說那麼多 先進去裡面看看 先進去環境 先進去看看 香港奶茶研究所 和我的朋友非常好 Aan Aaron 你好 佐敦這個叫做炮台街 是 寧波街和廣東道之間炮台街 Aan見她之前 小個圈讓你知道在這個環境 這裡 炮台街 這個是寧波街 向左敦方向 那邊是廟街 這邊是玉石街 就是這個 全部都是廣東道 今次來到這個位置 小小間小店 這就是香港奶茶研究所 製作工廠 做奶茶而已 不用那麼大個場 是 Aan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進來和你說 好 我進來 你邊弄一下東西 邊訪問你 我先介紹自己 香港奶茶研究所創辦人 我叫阿欣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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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料到 沒有什麼料到 我專業不是吹水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你專業不是吹水 是的 你介紹一下這行 你做什麼 什麼研究 奶茶研究 研究 研究什麼差事 好 其實很簡單 廣式奶茶 人人都喝 天天都喝 是不是人人都懂得喝 有很多人 除了我想自己喝之外 我還要學會怎樣煮 奶茶研究所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無論你的茶葉零售 又或者可能你商家想批發 甚至你想學的 我們有教學提供給你 甚至 好 甚至 可能我不想煮 懶得有茶喝 一樣都有 一應俱全 所有服務 我們都有 所以這是一個概念 的形式 任何方向 令你踏入去認識 港式奶茶這個文化 因為它不單是一個飲品 而是一個屬於香港的文化 是的 香港文化 趁在這裡 在這裡的時候 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他們的網站 Facebook Fan page很多 很多晚的粉絲 香港奶茶研究所 這裡也看到 裡面 它做了很多不同的課程 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賣這些 什麼茶煲 什麼 筆手鋼 那些 有很多基礎班 接下來 4月17日 明天我來開班 有一個 10至12點 攜充580元 一巴掌 之前的時候 都爆爆爆爆爆爆 你上去的網站 看到有很多的影片 教你怎樣去沖奶茶 今天多謝Yen 又在這裡的時候 因為接下來 我就在做一個叫做 香港20個 打不死創業故事 當然 Yen打不死 很重要 所以說 逆戰復償 Yen 其中我們一個個個案 就說一下 香港做生意的時候 怎樣獨特一門的手藝 這個香港奶茶研究所的時候 怎樣能夠在疫情期間 能夠生意 繼續做得更加好 當然你可以買書的 WhatsApp我90343 就預訂這本書給你 每本一百元 買就買二百元 但是Yen 介紹一下你要怎樣做 做些什麼 我現在煮杯茶來喝一下 好 謝謝 那你也要消費一下 我來訪問 我要放下一點才行 在這個過程中 又示範一下怎樣去煮茶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很簡單 去了解一個港式奶茶 但可否先說一下你的歷史 為何要做這項 我一出生 為何要做這項 我一出生 為何要找你這項 我一出生 家裏就做飲食 所以是意圓目染 對一個飲食的文化 都比較熟悉 而我長大 知道我不是一個打工的材料 對 加上我的外表 如果我出去見一下做文質的商量 說的算是 找到自己一個弱點 篩選這些工作 不適合 這些工作不適合 不適合 西政那些就試去創業做 香港做生意 不外乎 衣食住行 四個範疇 住鋪那些你搞定 我們不能做 我就是做賣衣服 很難做 早期淘寶未興旺 我都做賣衣服 但後來我們看到很多 UNICO 可能Sawa H&M 這些這麼多 快移動的品牌 都切入市場的時候 其實你會再做 都比較困難 因為客人追求的東西 不單止是款式 也要少許質素 當然如果質素有款式 價錢 就是客人選擇去買什麼 為什麼我不買 這些有牌子的東西 之後 不如再切入 做飲食 因為家裏做飲食 看到家人都開始年紀大 又想回去幫忙 又試一試 現金樓真的很吸引 每天數錢都數得很開心 你都會看到 其實香港飲食的需求 真的很大 但是怎樣去出奇際性 又是一個營運的方法 香港很多人做飲食 但是怎樣去做飲食 才是一個最重點的位置 到後來 你拉拼了 兄弟 不要說錯 我告訴你小心點 我告訴你 怎樣點 到後來自己 媽媽就說 你都夠獨立 不如試一下去後面街大排檔 有個大排檔 他都想退休 你幫他管理一下 到真是落手落角去管理的事 就是覺得身心很疲勵 不是這麼簡單 然後到每個月去賣數 怎樣去打算盤 其實就是賺那一環的錢 但是那一環 如果他不做的話 他不跟你合作 你真是白做 這個月 我不是沒有文化 不是沒有讀過書 你沒有文化沒有讀書 你除了飲食 一隻牛去做之外 他沒有選擇 為何我不會選擇做其他事情 去先見一下世界 我還那麼年輕 做飲食 請人回來做 我到五十歲做也可以 不是我三十幾歲做 那我就賣了 給乾爹 我不做了 我出去玩 去打工 去見一下世界 然後一邊打工 一邊去摸索 就覺得打工 原來也很艱難 很艱難 最終回來奶茶 因為參加奶茶比賽 然後又適合COVID 疫情了 那就教人煮奶茶 然後伸延到現在 逆境服償 你好像拿了獎 奶茶比賽 我不會得到獎 這些比賽 是嗎 對 這些比賽我不會得到獎 那你服償 那些人不學奶茶 那你又要twist 怎樣跟著他 下去衝 怎樣繼續走 不如落地吧 既然我在文化宣傳 用甚麼方法去達到一些人 再吸引他回來 就開了一個店 嗯 就是一個設置 好 那你現在可以來買奶茶 如果想買怎樣買 就上去你的Facebook 對 留意 總之你一做好 就買完了 剛才你也看到有人撞進來 就撞進來 沒有茶碗 不好意思 總之做好最新鮮的 一輪兩輪 沒錯 或者上你的基礎班 上你的課程 怎樣學奶茶 沒錯 好 你繼續做 好 怎樣漂亮的奶茶 沒有 一個漂亮的奶茶 好 很多學員都會問 到底一杯怎樣才好 奶茶 一杯你願意追喝 而喝完 沒有剩餘的 就是下一杯好奶茶 因為每個人的口味不同 百貨應百客 最重要是適合自己的口味 而從這個過程 我怎樣去教你去選擇一些優質的飲品 因為你市面 你知道做生意 它不會給你相對價值的產品 因為它有很多店舖 很多成本 我想喝回這些 我可以給得起錢 我想喝回價值的東西 我在哪裏找 香港沒有的 但有時候沒有 那有個機會在這裏 不如就退出這個位置去做 使得起錢的香港人有很多 但是不是每一間餐廳 都可以給他相對價值去 為何那些人不上消費 他們覺得這個價值不值 香港消費 其實我給這塊錢 我幫你交租 為何我買回 不是我食物本身的質素 幫你交租 那是概念轉換 不過一點你講得對 那些奶茶誰沖呢 水巴師傅 水巴師傅的時候 又要忙著三文治 又要忙著公仔麵 有著樓面 廚房清潔都要搞 你怎可以期望 人工又不是高 沖一杯這麼漂亮的奶茶 給你沒有 很難搞 你想找一個香港 正確的地方 嘗嘗 喝一杯港式漂亮的奶茶 為何你看到這個切合點 便進入這個位置 我相對相信 奶茶 相信沒有一個人喝 但是為何 人家願意四五六十元 喝一杯咖啡 但不是四五六十元 喝一杯奶茶 為何整項城市 都是手打檸檬茶 那杯奶茶不好喝 那杯檸檬茶不好喝 一樣好喝 只不過是沒有人懂得做 沒有人願意去做 他們的概念就是 那杯茶是跟餐送的 沒有價值 價值是你告訴他們 人家的價值是甚麼 你去創造潮流 所以要做創作者 不是做追蹤者 好 說得好 你的專業是說話 吹水 吹水 不是沖奶茶 齊邊沖邊吹水 才有你的味道 對 你繼續沖 我怕 我怕說話 令你沖亂了 好 好 那你問問 所以你現在在這裡 賣的 一是奶茶 多少錢包 我賣160元 一包家庭裝 大概1.3公升 1.3公升 家庭裝 我都會拿給你看看 一杯黑白 一杯 大概8盎司 340ml 外面跟餐 跟餐就不用錢 如果是單點 20到25元 是的 但為何跟餐又不用錢 單點是25元 這個又是市場 pricing share 他要令他的套餐合理化 不是等於他這個杯茶值這個價錢 他的飯可以值很多錢 但杯茶從來都不值這個錢 就是這個我看到的一個位 所以進來這裡 來這個炮台街找你 單點叫一杯 就沒有 沒有 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總之煮好家庭裝 一包包 1.3粒 是 變成登上Facebook 要的 就來 是 因為是否通常都搶光 很快便 很快 每包多少錢 160元 總之要買的話 親身來買 還是怎樣 自己過來買 因為其實你想想 疫情之後 很多人的飲食習慣已經改變了 奶茶不是餐廳 逐杯喝 你可以選擇買一袋回家 你可以自己家製作公仔麵 我雪櫃有奶茶 你也可以做到一個港式餐廳 明白 你的家裏都可以做到 因為過往 那些人每早上去求一杯奶茶 他家裏做不到 現在我告訴你 你可以自己做到 你再冷些 買回家裏 隨時都喝得 再說 你去買了那杯奶茶 你沒有辦法 可以控制到師傅的質素 你的期望值 等於你買回來的味道 有時大部分的時間 大家都會失望 簡單是大家的失望 就是一個Value 带给你们的了 刚刚我上到你的Facebook 一包包这些 就经常登到这些登出来 卖光了 不要再过来了 卖光了 不要再过来 一包包就是这些家庭装 就说的是1.3L 160 160元正 不是160元 价钱 是的160元 160元的价钱 那就做好了这些 你有奶茶 或者就有这些的柠檬茶 总之你一做好了的时候 每一次就有Facebook登出来 那就叫人家来买了 没错 所以 如果你有兴趣 买它的奶茶的时候 这里可以看到 一包包这些家庭装 160元 1.3L 总之有兴趣的时候 就like它的Facebook 这里有很多万人like了 那你现在就会知道 在这里 好 那你继续介绍一下 你做奶茶的过程 怎么做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动作 叫做撞茶 为什么要撞茶 就是将茶叶打均 让它每一粒吸水的情况做得好 当它吸水的情况做得好的时候 它有个发挥和碎取 每一粒都比较平均 那每一粒茶叶都发挥到它的功效 不会浪费 这茶叶煲多久 全程大概30分钟左右 30分钟 没错 30分钟煲多少 这边大概做到3,000ml 3,000ml 3,000ml 就是3,000ml 大概是你讲家庭装两包左右 对 所以这些真的是手工的东西 对 包包都 包包 你做到两包左右 煲成半个小时 但是用生命值硬折 那为什么港式奶茶不值这个价钱呢 我都有一个移民 你花那么多时间 用这么好的东西去煮 它居然是一个跟餐送的饮品 我问回你了 为什么值得是这样 有什么什么合理化 王子华那些合理化烟幕 什么烟幕 什么烟幕 总之就包了下来 好的 所以这样做法 每个真正统地做 要煮成半个小时 没错 做出来的时候 大概是3公升左右 对 连加糖加奶就是3公升左右 加糖加奶3公升 没错 你刚刚讲起家庭装 每包是1.3公升 每包是160元 即是320元左右 对 半个小时就卖320元 那我可以做4壶 甚至做8壶 现在时间就煮几壶 不要做死自己 钱都找不完 是吗 是的 所以为什么呢 始终做出来有限量 是的 一趁土味的时候 保存期多久 有雪櫃可以放到14天 好的 14天 之后就喝 那才卖完了 不如一样说 你不要要求 要无糖 少奶 对不起 我这里是研究所 我是教你喝奶茶 不是你告诉我 奶茶是怎样喝 你可以选择不买 是 明白 对的 所以你会教到一个最适合的奶茶味道 没错 好 那现在在做什么 开定些奶 一会儿时间够中的时候 我加糖加奶 搅拌均匀 可以喝 一边喝一边打包给你 拿走 但我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牌子 全世界都用这种牌子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定要用黑白呢 第一我们先说谈奶 其实谈奶 为何要用这种牌子 两种 世界有这么多谈奶 为什么要用这种牌子 谈奶分成全脂和直脂 一般茶餐厅跟餐菜 便宜的那些 就会用直脂 直脂奶一箱是大概300到400元 一箱是400罐 但是黑白是488元 有48罐 为什么贵这么多 因为它是全牛奶蒸干 是一个蒸发乳 而其他的直脂奶 会有一些叫做 Filled milk 是一些填充的牛奶 成份有些奶 粉 水 和棕类油 既然我奶茶不是一件健康的 这么高的咖啡因这么绿 有这么高脂肪 为什么我不选一些好的产品 去加下去喝呢 第二就是因为 因为全脂奶 它的奶脂比较含量高 喝下杯茶会比较滑 有些人会觉得 不是呀 我不喜欢喝黑白奶 我觉得很酥 酥不酥 不关系 是你的茶够不够浓 它够浓 那么浓的奶便可以平衡 你的茶不够浓 奶太浓 你便觉得奶碰了它 首先要想 是茶的产品 茶叶质素的问题 而不是归咎黑白 否则全世界这么热烧 全香港都可以用它 明白 原因就是这 你这个奶的成本 我怎样说的价值 刚刚说的入货 就是488元 嗯 四十多罐 你说 48罐 48罐 即是每罐10元 10 488元 48罐 每罐10元 差不多了 我们当11元 头头尾尾 当11元 头头尾尾 那你充了多少罐 一罐充了多少杯 一罐就做一瓣茶 一瓣 那一杯 我们两瓣茶 六瓣奶 不是 两瓣奶 六瓣茶 两瓣奶 六瓣茶 一瓣是三十 那两瓣就是六十 那一罐就是 四百 四百零八 克 四百零八克 三百多米 除花六十 六杯多七杯 六杯多七杯 对 六杯多七杯 即是有成本 一元多 一元多两元 只有一瓣奶 所以奶一定要用黑白 因为大家供应是一个好的产品 外面餐厅便会选择在茶叶方面便宜 选择一些性价比高的产品 这些茶叶又是什么茶叶 介绍一下 相信大家都了解到 这些吗 是的 其中一个 大家相信大家都明白 港式奶茶 其实是 英国人带入来香港的文化 所以是一定用石烂的红茶 去做一个港式奶茶 是的 是的 我们就是用石烂红茶 这个就是石烂红茶 这个是其中一款 一个 我们在混合中有一个拼搭茶 会加烤盘 石烂红茶 就是煮港式奶茶最主要的材料 然后就是黑白奶 我在这里只是忠于这两个东西 就是这样 煮的时候有什么巧妙的地方 那三十分钟是怎么煮法 如何拉法次数是怎样的 有没有技巧 这是我们奶茶班会教的 其实亦都有这么说 如果你的原材料是漂亮的 那杯茶不会叉到哪里 是的 你说我去到英国 我想用椰子鸡汤 你买火鸡来煮 当然是不好吃 那你为什么要买回港式茶叶 这个是香港的特产 虽然说斯里兰卡茶叶 全世界都有斯里兰卡茶叶 但是哪一款是适合港式奶茶用呢 港式奶茶用西部的茶叶 有不同的尺寸的拼盘 但是你外面就买不到这些 因为香港其实是一个很niche的市场 对 市场太小了 根本大家都未必会 看得太大 不是每间餐厅会做这些人 即是香港 香港有多少人 所以这些 我相信你叫香港特产香港的手信 这也可以是一个手信的一种 明白 刚刚你说了你的产品 现在正在做你的产品出来 这个是否在等待煲 是的 等时间 每一包只160元 或者上课的时候580元 或者有些用品去买 那你那些的价钱 你怎么卖160元 有没有原因怎么卖160元 不容易卖开 不贵点不便宜点 如果找一个价格的价格 就是市场上茶餐厅一般卖的钱 而一些比较标榜自己是 专业的茶师 水巴师傅卖的茶是多少钱 再参考市场上的瓶子奶茶 又买了多少钱 也得出我这个结论 那我是有计算过的 总之结论就是180元 不是160元 1.3升 对了 充满多少杯 1.3升 1.3升 你当5杯左右吧 你每天不一定要喝一杯这么多 我自己也喝半杯而已 很肥的 Aaron 是不是很肥的 放肥吧 5杯6杯 换句话 每一杯都二十多元 是160元 六杯 大概二十三十元 那也不贵 你价格 二十多元 我没有装修 我买回家 那些价钱是reasonable的 明白 那宣传 别人怎会认识你 word of mouth 最主要word of mouth 是 都是大家在Facebook media 我没有买任何Facebook广告 我没有找marketing公司去做任何事 就是一个 你用心去做一件事 其实是有人会看到的 而是最用word of mouth 那些人就会传播 可能一些学生哥来上个课 又或者一些人来吃饮过你的产品 又再回来 like你的Facebook 当然大家可以去like我的Facebook 所以这个 这个参与都是基本是word of mouth 是 这是香港最实际的一件事 香港不会跟你说 但是你教班人家 你不怕学生哥 学识什么 教识徒弟没有师傅吗 他会抄你 如果你作为一个文化的带动者 你不会去计算其他东西 我是想用文化的推动 他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将他输成 去复活 那你谁会高兴的 他比你比你不高兴吗 我最终目的就是想 没所谓 因为现实地 你目的也不是做不完 我看你的风格 你也要享受生活 当然 新一代做生业 如果你每一刻都为钱而奋斗 你看钱太大 很辛苦 现在我们站在佐敦炮台街 我看到这里真的拯救了你来到这里 为什么会选择来佐敦炮台街 因为近到我家 也近到我家 而且刚刚我走过 看到这个店铺 它也有食物製造厂的牌子 对啊 又有向街 也有点彩光度 对啊 一个小区 所以比较舒服 有些人喝杯茶的时候聊聊天 又是另一种感觉 不是说大街大行 这个真的摘不下水 你找个水桶也搞不定 是的 这个不算旺位 不过就是做你这行就对了 对 你有时间去做人 他们去选择 又方便交通 高铁旁边 特别地铁 你有住这里 又熟 三铁又假如市区 我觉得这个位置 对我来说是 fair for money 是的 那就是最好 所以 那你 你是不是搞了油管 我还要吹水 就继续 做了13分钟 响钟就可以了 不用理会了 我和你吹水 好 那你的创业流程 你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或者 有没有 怎么说做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辛酸的东西 跟大家说 辛酸 最辛酸是以前做餐厅的历史 爺爺到后来 现在反而去营运奶茶研究所 最辛酸的位置是 都真的没有 你有用心做这件事 反而是你在内容 写页 你怎样去用一些 top point 去arouse 到别人的注意 去吸引到别人 参与去讨论 将一些社会 你看到餐厅现况发生的事 一些同理心分享 你会很自然吸引到一班 同一个energy 我都很庆幸 其实是 我身边出现的所有学生 都很nice 都很鼓励性 是 hater一定有的 一定有你 那怎样呢 有很多hater骂你呢 都有不少的 多数都是 骂你什么呢 有什么好骂你 奶茶而已 有什么好骂你 我很多hater骂你 读学看 我见识很多 有些人说 你这杯茶 极其量 不是情怀 哪值多少钱 你不是出来骗钱 那些 没问题的 甚至如果 这么多位师傅 你觉得你的茶艺是 小妹有进步的空间 我都欢迎你过来一起煮茶 交流一下 没什么问题 你越开放去对待所有事情 你个人会越平和 你根本没什么可以很吵 大家观点那种不同 明白 你越去对抗他们 自己越辛苦 我会选择 当看不到 明白 自运功 让观众先看一看 现在我们等着11分钟 还有11分37秒的时间 我跟Yan在这里吹吹 11分37分 你现在在做什么动作 在等着什么 现在等着茶煮透 煮足时间 我们就加糖加奶 就可以喝了 就可以喝了 但之前开始的步骤是怎样 就是要煮半小时 最开始是怎样的步骤 所以煮奶茶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技艺 而是我们要了解茶叶 发挥的原理 我们的茶叶 哪个时间 哪个时段 出香味 出茶味 出咖啡因 我拿捏到这些时间 我双杯茶 达到什么水准 我要它什么味 那你就什么时间拿出来 一样 我说煮汤 同一个材料 折瓜和猪肉 短时间就是煮汤 做汤饭 长时间 我家多点时间 今晚喝的 不是老火汤 那产品的变化性就是这样 你明白到它的原理 万变不离其中 你的产品的产品就会多 哪怕我现在做这些新式的 冬瓜柠檬茶 甚至可能之后做一些西柚红茶变化 因为你的产品 你知道怎么做 那你可以变化 做一些水果茶 奶茶 可能燕麦奶茶 甚至鸣鸣 都是这样 万变不离其中 最重要的是根基 真的炸得好 多点练习 每个人都做到 没有难度 我说连我都做到 没有人都做到 给大家观众 多看一点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坐環点在等 现在我们在 在这个佐敦的炮台街 炮台街 看车 炮台街 就是这个炮台街 就是41号地下的E铺 那边 就去到佐敦的核心 港铁站的位置 这边就去高铁站的位置 就是这个广东岛 现在就站了向着凌波街 这边的时候 属于比较佐敦静的地方 当时做得香港奶茶研究所 又不用那么复杂 又不用那么旺的地方 虽然在这个食物制造工厂 小小的地方 就在这里OK 今天在Yang的时候 就介绍整个制造奶茶的程序 又介绍他自己的 整个创业的过程 又当然的产品 又扮演什么都好 现在只剩9分35秒 其实很奇怪 我普通一间茶餐厅 在冰室 师傅哪有时间跟你慢慢在煮 煮你半个钟不会吧 不一定会 那怎么办 我现在煮到只剩9分23秒 我就拿出来喝那怎么办 那个茶的浓度和口感会有偏差的 你想想你小时候去茶餐厅喝杯奶茶的时候 不是你一坐下他立即给你一杯茶 就算你叫了他也不会给你 因为那个茶还没煮好 但是现在去茶餐厅的 很快 对了 我不熟也要给你吃 因为你没有 你就会投诉我 没有东西给你吃 但是那个质素好不好 其实大家不会喝 嗯 这个就是市场的无法改变 而导致现在出品的食物是越来越差 我真的去餐厅 叫杯奶茶 很快而已 转头来的 可能会这样煮30分钟 你想而已 又不是他要喝 可不可以喝 那是什么事 对了 但问题是煮好了30分钟 可以放多久呢 有任何时候倒出来就可以了 可以 其实现在滚起来就要卖了 是的 好不好喝 都是百货应百客 有些觉得这个时间是好喝的 但是如果我说要我最美的时间 那我去到中段的时间会比较好喝 后段的时间 你经常性能喝到的茶品就是 现在这个时间在茶餐厅 喝完一杯茶就不好喝 因为它人流少 那杯茶可能会煮老了煮久了 通常这个时段的奶茶 你喝完就会心跳手震 咖啡因太多 你也晚睡不着 所以这个时间是不建议大家茶餐厅喝 什么时候喝 你如果最好的时候 就过了饭市两三点这个时间 是的 最好喝 最好喝 如果那间餐厅要排队 那间餐厅的东西很好吃 我会建议你选择喝 柠檬茶会享用奶茶 因为它煮的时间不够 是的 如果 譬如你和太太去茶餐厅吃早餐 你教你 不要先喝两杯奶茶 先叫一杯 喝一下时间对不对板 如果对板 立刻 安排一杯 如果不对板 可能那间五到十分钟再喝 那茶的厚身会好一点 口感好一点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何谓对板不对板好吗 你喝下去的口感 你不会喝到分离感 有时很多时候 大家喝奶茶喝下去 哇 很香 很香的奶味 很滑 但是那杯茶 当你吃两口三文治 冷凍之后 奶水感是会很强的 OK 那这个就是未煮透的奶茶 奶水感很强 OK 有些人是会喜欢这些感觉的 是的 所以我也没办法 可以代表全世界的话 只不过是 我会找一个合适一点的时间 告诉你 奶茶其实应该这个口感 你有比较 有喝过 你就会知道 我应该追求什么 在这个世界 你没有认识 你没有接触过 你不会懂得有追求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应该如何追求 这就是奶茶研究所有的工作 明白 我留意到你的奶茶 你已经加了糖进去 是 是 是 但是别人茶餐厅的奶茶 有时是自己加糖 有时是玩茶酒 你小时候喝的奶茶 师傅全部加糖 你想想 记忆中 没得理解 现在 为何近20年 自己加糖 怕肥 是的 肥是奶 其实奶不关事 因为糖不关事 如果我能喝奶茶 我会选择 你感觉很肥 没错 我会选择喝少盆可乐 或者我吃少块鸡皮 你自己这样取捨 是人来的 是的 这个分别就是 大家觉得怕肥 有些我听过学生说 他怕野痰 有些是生同饮食 那么 取捨 自己怎样选 是的 明白 好 继续等 还有这个 五分五十五秒 好 就在这里说 来 又再说 你对香港 你对一些人的创业忠告 有很多人很灰 甚至跟你聊天 我玩完的 香港是玩完的 香港 你觉得香港是怎么玩完的 香港是玩完的 香港是玩完的 你也是在香港打工 出香港的份量 你不上 你当然是可以大声说 好好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当你老板也没有生意 公司收拾了 你也没有薪 那你怎样上去消费呢 你不是每一天都上深圳消费的 一个星期都是两天 另外那五天 你不出去吃饭 我也听过 有些是 另外 那一天上深圳 就买了五天 在国内的送回香港 五天的 回香港吃的 你吃得多你也会厌 其实你又计算一下 你每一天 即是你每个星期上去 花这么大块钱 是不是经常性 是要这么消费 其实市道是不好 但是不等于我们香港人 自己要多揣他一脚 对啊 对啊 刚刚有个人留言的时候 就说Eason 他就说 计杯奶茶 你会计算什么 我不知道说我还是不说你 说奶茶 其实一杯奶茶 冲杯奶茶的成本是什么 黑白奶 刚刚说起 你就当它一块两块 那你认为茶叶值多少钱 茶叶如果批发来说 我们批发 不要算零售 批发我们的价格 比较好的茶叶 大概四十几五十元一磅 一磅大概三壶半 一磅三壶半 对了 那即是多少杯 十几元一壶 一壶大概十杯 你不是其实一杯茶 大概三元左右吗 成本就是三元 可能一个半就是奶 一个半就是茶叶 类似是水也不要计算 大概三元左右 就是成本 当你卖给你二十元 成本都到了15% 只有一杯东西 当然你的工资 时间还要打下去 所以变成了 如果这样说法 其实这一间餐厅 纯粹是买奶茶 但这些人会说买奶茶 咖啡就值得多很多钱 很奇怪吧 一杯辣椒也好 Cappuccino也好 就买四五十元 因为你有很多装修 你商场也要跟他交租 还有喝咖啡有个优越感 喝奶茶就算是市井 是 市井 我认识女生 我都带在咖啡店 难道我带茶餐厅吗 对了 试过 变成了喝奶茶 这样的做法 是的 现在就 那变成了 如果别人去做这个生意 在你这个 那你现在这个 食物製造工厂 当初你来这个位置 因为本身有牌照也好 又配合到 那地方你又厨开这个佐敦 那为什么有些人想说 他又想搞一些饮食的生意 你对他有什么忠告呢 做饮食的生意 计算好盘数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第一 你讲话算 为什么呢 你要考虑一样东西 你要租铺子 在什么位置 如果那个位置 而他的电视团 是在做什么人生意 如果你说我在民生区 那你没有 抵食甲大剑 如果我在旺区 其实食物好不好吃 不要紧要 因为他买的便宜 是的 是在说流水式 最重要是有得吃 我会冲鸡 你不难吃就赢了 看不同的地段 你怎么去做生意 民生区就抵食甲大剑 因为那些人要重复性回来 要大碟饭才会来 没错 不同的抵食甲大剑 就是你的东西也要好吃一点 但是你要好吃这个东西 师傅不是一个机械人 有感情有温度 每天的出品都未必一样 它的发挥每天都不可能100% 如果你说两公婆做个小店 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但如果聘请人 这个难度就会再高一点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又会再计算 出每天的特价餐 菜单如何去计算 可能一个是炒的 一个是炆的 一个是烹的 一个是烤的 一个是水的 那么你会分薄那个流程 工作每一个崗位 这个分工合作 是这些分居 这样做会比较简单一点 其实你会请人去做的 最重要是他做下去 觉得舒服不太复杂 傻佬也可以配合 那么这个行业 你的成功度就会高了 自己也没有做得那么辛苦 是的 回望回来 那你现在还有一分半钟出去 准备喝东西 大功告成 是的 回望回来 那你饮食业的时候 你觉得 最重要是计算 计算 给你自己的课论 让你从头做过 做错了最大的这件事 就是计算错了 还是什么呢 让你觉得是做错了 回头望 回头望 之前的创业 都是一个课计 都是课计 是的 你有这个过程 才有今天这个得着 是的 我不是做餐厅 我不会会煮奶茶 你从来都不会想过 为什么开一家 只是买奶茶的店铺也有生意 还做到公村 刚才你看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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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这样做 我看到他的样子 这个生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做出来的 这个就是 多谢我自己做的产品出来 大家可以找到价值 他又愿意给钱 养分而已 只是供求而已 现实做生意最重要 你专注做到行内唯一的时候 你又搞货情 传媒又访问 今天我又坐在那里找你 代表你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如果你是一间普通茶餐厅 我也免得跟你坐在那里说这么多 你有独特的地方 所以相对地的时候 你成本又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你消耗降低了 你不会花太多货力 没错 地方又不需要那么大 又不会那么多坏货 流程又简单 好 有奶茶喝 这个 讲讲你做的什么 我现在就将那些茶果出来 然后就将那些茶叶夹干净 将所有茶汤拿出来 哇 真有很多工作 老实说 我买这个价钱 我赚的钱是用来看医生的 即是做到大工手 妈妈手 都要买很多 我建议你不要买那么多 你先喝完 因为其实每一滴都是我的心血 真的 用生命值换给你们 茶餐厅哪里有时间做这些事 老师傅 吃鸡翅焦了 你想想 你一吃东西 你会弹它的面太腍 你会弹它的鸡翅焦了 散装 你会弹它的鸡翅炸焦了 你会不会弹它的茶 最不会弹它的茶 既然也没有人弹 那我需要做多 对 它有这么多东西 饭汤兼 你会投诉 它的鸡翅焦有酪味 那个鸡翅焦了 夏天吃东西 对 但没有人会理 这茶叶是怎样的 煮完一次就丢掉了 丢掉了 没用了 这个又是区区陆地 陆在区区 处于处理 是的 这个就是饮食愿到最大的问题 那我们等吧 那我们等吧 我提醒大家要去从事一个水疤业 我是想大家在家都煮到奶茶 喝到奶茶而已 有些意见 Harrison Chong 就说 正面思维不错 赞你 Thank you Wisdom Loke 他就说 细心聆听着 Yan你所说的笑话 多谢 多谢 Jimmy Chu 就说 整天问老板的时候 那些杯东西值多少钱 买多少钱 水多少钱 杯东西值多少钱的时候 这些都没用了 要持续下去的时候 钱都要有个心去做 没错 如果純粹看钱 就很难持续下去 没错 因为杯东西怎么做都会心去 喂 你说里面加了糖 那就加 加了糖 这样对撞到糖 撞云的程度会比较 用得快一点 什么糖 可不可以说 白砂糖 白砂糖 这个传统餐厅用的 都会用白砂糖 我不懂 不会用黄糖 不会用 今天黄糖的甜度会不同 不会用那些什么 元大地稀有糖 健康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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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减肥糖 对 浪汉滚糖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我们这些大众的饮品 白砂糖的味道 还原度是最高的 好 谢谢这个站 好 撞吧 只知道撞几下 撞温蓉这堂 好 我现在加 淡买下去了 很多人在你 你知道吗 你突然 你一有些动作 立即那些观众 立即提升上来 我也是跟大家说 我煮奶茶不太专业的 吹水真的是专业 是的 经常都跟Aaron学习的 但问题是 你教人家 做奶茶 你当然要懂得吹水 你去咖啡店 目的 喝杯咖啡 也有老板娘跟你吹水 说一下心得 不喝这么大杯 拿酒就多一点 有点钱赶紧一下 你帮我给CC 阿森准 给你 CC 谢谢 你喝点 可能拍个大头看一看 茶色 好 怎样茶色 这个 怎样分析茶色 我不懂怎样分析 有什么好分析 大家看看 你不懂 早一天 一有好人会出来说 然后你喝出来的感觉 因为现在都比较热 可能喝下去 除了香滑 你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慢慢喝 每个时段的陈次 茶味会慢慢出来 因为现在这么热 其实你正常人类的一条 你都不会嗅到什么 黑白奶 陈再加茶 最简单的材料 周期元素表 没有 你现在看见了 白砂糖 石烂茶叶 黑白奶 还有过滤水 就是这么简单 刚才看到两份的奶 四份的茶 一壶茶两罐奶 两罐奶 倒到这里 四份的茶就上到这里 差不多 茶和奶的比例 茶就二 奶就一 两罐奶 六罐茶 大概一比三 两罐奶 入袋就能够买 就是这么简单 入袋就能够 保存多久 放冰箱14天 不放呢 不放了 两三罐你会变化 因为它奶 奶嘛 对 那你说茶酒是什么呢 茶酒就不放白砂糖 它会放煉奶 淡奶就放少一点 是 有些人说 那又怎样呢 又对不对 有些人说 茶酒会好喝一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我以前喜欢喝茶酒 你可以看看 其实煉奶里面有什么成分 我可以说 全香港全脂的煉奶 除了黑白 是没有其他公司做的 你可以看它的成分 是有奶粉 珍珠奶茶为何好喝 奶粉 是 所以奶粉会令它的口感 滑一点 茶酒 其实我也不明白 茶酒是什么 茶酒 你听不懂 是煉奶 我认识了湾仔豪华咖啡 我听听第三代全人 第三代全人 第一代他爷爷在湾仔 放铁皮档 他跟我说 我爷爷说茶酒 以前的年代叫做酒糖 落煉奶 哦 那便要很甜 可能之后觉得它太甜 只要落煉奶 但落份量没那么多 够甜度就够了 然后落淡奶 去平衡 做法会是这样做 他就叫茶酒 那他爷爷 是酒糖 是酒糖 他爷爷说出来的 我不相信他 我相信谁 我都无从稽考 问米也不能再问 要不要再添 好吧 多煮半碗 不要客气 最后要拿回家了 要要要要 那你给大家 怎样放入袋裏 160元包 好 多谢你 那我就付钱 买你的美奶茶回家喝 上次有两包 很快喝完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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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柠檬茶也是我近期 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因为 我 其实为何我开 这里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一条气 我不服 为何香港柠檬茶 那么好喝 每个人去喝手 打柠檬茶 嗯 那我就照做出来 那 那 来 多回答一下 这个Chris Chow 可以回答他一次 他问你 Cathy Troy 就学到东西 谢谢 谢谢你了 谢谢 Cathy Troy 如何定价 可以回答他一次 你要看市场上 卖的产品多少 而你觉得你的产品 和市场的产品 有没有分别 Apple to Apple 你觉得你的产品 比他好的 你就定高过他的价钱 因为这个是你值得得到的东西 嗯 那如果你连定价 你都没有信心 是你对自己产品 不信心 回去练习多一点才开店 是 但是你的定价 你怎么定出来 你为什么定出来 160元包 怎么定呢 他解释多一点 计量数 外面餐厅 黑白杯 一杯多少钱 瓶仔奶茶 250ml多少钱 那外面的reference line 大概是250ml 30元 那我就拍着这个价 差不多这样去 如果你Apple to Apple 你也是喝250ml 30元 那质素 比那只好 你自然就好客 到你之后 真的做不及了 你是不是再买贵一点 supply和demand 问题 对啊 总之近出来就是160元包 对啊 对啊 这个价格 Cathy Choi 问会不会出沙冰奶茶 我比较 因为沙冰里面有冰会令到奶茶稀释 而且你想想 外面有很多网红店会做熊仔冰的奶茶 因为一块奶茶冰 每一个材料 有水 有奶 有糖 有茶 它的fossum point 会不同 当你冰冰它 再溶化的时候 你想想那杯茶 其实不是奶茶的味道 你做沙冰 其实整个时候把它擦开 是呀 擦开了 这些我没办法改变 终于源自香港的味道就是这样 这是香港的特色 文化 你是没办法洗腿 也没办法改变 Harrison就说 看得你沖茶很吸引 Harrison就说 Harrison就说 是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没错 Harrison就说 Harrison就说 如何有这个金 还有这个叫做什么 什么香 唇香 还有就是 搭落有味 做到一杯美奶 茶色俱全 真是一门的物理学 兼一门的大学学问 没有 没有这些 完全不需要想得那么复杂 只要你的茶叶够美 任何人都做到 我也是说 我是卖茶叶的 你茶叶是什么茶叶 我是用石烂红茶 斯里兰卡 回来的石烂红茶 到处都可以买的 有哪里 可以去到香港奶茶研究所的网站 homebrewthk.com 你找回我们的网站 就可以买到的了 是的 那就是100% 最顺精的香港奶茶的石 你说 可能你去到英国 去到美国 你做不到 你拿着这些茶叶 你做到六七成 你都很开心 因为最惨 你出去去茶餐厅 六七成 你都未必进得到 明白 另外 Wisdom 就再次说 总之就是 发掘那些的 研究点的时候 香港有很多的餐饮碟 很有质素 只是一点 像你这样 一点做得好 其实已经足够了 Chris Choi 就再后就说 找到自己的定位 市场的竞争对手 自己去定价 他说明白 多谢你了 Harrison再问你 可不可以在网上订定 你这次有没有订定 订定 因为太多人想订 这个会加重 我去设计这个 order的work load 所以我不接受订 不好意思 总之你弄好 就上Facebook 留意Facebook 有Alance你过来抢 过来抢 通常都抢光了 很快就抢光了 你就不要再过来抢了 没有了 而且在walk-in的时候 四点到六点 都不断往上登 但一般来都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买 因为我会去睡觉去玩 硬地要登个营业时间 Yen有他的性格 很高兴 OK 好了 所以现在就 一包 你这样做好了 Elly 你要认购多少包 要在这里 认购完了 好 多谢你 香港独裳 香港独裳 香港独裳靠你了 尼德 新鲜热 好 多谢你 一包160元 这里两包320元 是吧 是的 我现在就是玻璃门 我都不可以开车 我见到 有人来 我见到 如果有玻璃都打烂 有很多人 一直有人来问 有没有可以卖 有没有可以卖 所以我都说不行 没有办法 所以 是非物质民产 定价方面 例如想一杯奶茶 好像这样 有多少 这个都要计算 整个产品 要将对地低 哇 趁你在这里冲 Jimmy 多谢你 什么客人的时间成本 都要计算在定价里面 例如客人 就想买一杯奶茶 开始喝到奶茶的时候 用的时间已经多了 那又怎样计算下去呢 人家用的时间也是一个成本 不要等 不要等 叫他去茶餐厅喝 去茶餐厅喝 真的不要等 去茶餐厅喝 去茶餐厅喝 对 Jimmy 他一会叫他去茶餐厅等 就立刻喝 就不用等 不要等那么久 你搞那么多东西 就麻烦 去茶餐厅喝 去茶餐厅喝飽去 好 总之 再说 以前听人说 香港的茶奶 奶茶王是脆话 你真的不贊成 香港以前的奶茶王是脆话 Chris 你方方面说 我以前我未懂得喝奶茶 不好意思 我代你不说 真的不贊成 我代他说 以前不是今天 总之以前也不贊成 今天就说 Josephine就是 下次一定要来你这儿试试 多谢我 网上没得订的 总之他在Facebook 他一充好的时候 他就会登出来几十包 总之大家下来抢 他有他性格 他喜欢 今天多谢 阿Yen特意开了一场 租给大家看 奶茶怎么去充 还有几包的 战利品 好 好 好 最后 拿着这些东西 可不可以教大家 如何回去欣赏 是否要整热 雪冻 加冰 保存期 大概两个星期 怎样喝到最好的奶茶 拿回去之后 现在你拿到比较热 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 可以存放14天 如果你说我会喝冰奶茶 不用加冰 直接喝 这个就是无冰的瓶子奶茶 够热的 你说如果我觉得太浓 可以加冰 冰溶了水 浓度就会减少 然后你说 不是 我想喝热 又怎样处理呢 可以倒入杯子 放入微波炉 或者我家四个人 一起喝热奶茶 煮好烹热水 整包丢进去再热 浸热 这个可以放入微波炉 这个不行 倒入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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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但这个就这样整个整热 可以不可以 整个整热 整个整热 倒入水 主要一盆热水 倒入再热 也可以 倒入微波炉 倒入微波炉 不要全包喝完 不要太冷热 多次 因为奶是最容易引致 肚痛的致敏原 不会变坏 尽量令奶的温差少些 好 所以看传者拿到单家的时候 凍饮 加冰也可以 就这样凍饮 就这样凍饮也可以 整热 微波炉放入杯子 或者整个整个 一盆热水 整热 多谢 两个星期享受期 放入冰箱之后 好 多谢四包 摘米饭 多谢 谢谢 拜拜